某日韩妹妹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 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韩妹妹的精神十分紧张 一度出现幻觉 惊慌之余她收到了一个快递 怀着好奇的心情打开后 她发现原来里面是一盒巧克力 心情平静的她走向卫生间洗漱 美美原本有一个男友李雷 两人在一次派对上相遇 不久便走到了一起 然而最近的美美因为与其生气 都很久没有见到李雷 美美家中常会闯入一个神秘男子 对方在她的衣柜中不停关门 并躺在床上感受屋内的气息 然而片刻后 这个男人便将一切打理整齐离去 美美回到家中便发现自己屋内的东西被翻动过 气急之下她给李雷打去电话 并告急她不要再来自己的家中 一头雾水的李雷只好在电话中百般解释 对职业自己从未送过巧克力 美美依旧认为是李雷擅自闯入自己家中 随后她便在家中安装了监控 甚至连门锁都换掉 然而当她再次回到家时 屋中的一切衣物都散落在地上 无法忍受的美美再次给李雷打去电话 但是李雷依旧称并非自己所为 随时监控画面的显示 美美发现视频中的男人其实并没有离去 而是躲在窗帘后面 随后那个神秘人便出现在美美身后 并将美美杀害 美美的同事小童在手机上 看见美美家的监控视频并不以为然 随后她便组织几名同事 以及自己的上司去野餐露营 露露一直与杨总存在私情 两人在闲暇之余前去林中暧昧 而此时的小童则与何一平独处 谁知何一平在无意中却失足惨死 露露循着声音赶来 只发现了满湿湿血的小童 惊慌之余露露独自跑出 而小童则发现杨总也死在林中 女孩小男常常被噩梦缠身 偶日在街头她看见一名奇怪的男子 心中不安的小男上网查询 从而找到食梦者的信息 随后她便加入一个协会 不久后与她有同等遭遇的人便聚集在一起 他们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男人 并看到了其争鸣的面貌 而那个男人直言自己会走进他们的梦中 他常常吃掉一些恶人之梦 而他更是可以通过梦境看到他人犯下的罪过 随后谋杀美美的男人罗超 以及设计陷害众人的小童被他接连指认 没有小男是善良之人 那时梦者都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所以才会频频出现在他的梦里 此时的罗超几人听完后 分分看向一旁的小男 眼前的小男只有与他们同流合无才可以保命 最终小男拿着刀走向了食梦者 然而此时警车则在鸣笛声中赶来 太阳照常升起时 一切终于回归平静 影片在这里就结束了 罪恶之人终会受到惩罚 侥幸逃脱并不会换了安宁